大家好,我是阿米 在美国开车出行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可是停车是一个大问题 有些朋友因为刚刚来到美国 对于美国的交通法规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就会因为停车的问题而被贴上罚单 再一个如果我们出行的时候 要停车可是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时候如果乱停乱放 就可能会被贴上罚单 还有的朋友 即使他是来到美国多年 也会因为一时的疏忽而造成吃罚单的情况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些街道 它是可以我们停放车辆的 但是它会有一个告示 告诉我们每个月的某一天是不能停车的 因为这一天是要打扫卫生 但如果我们刚好在这一天将车停放到了这里 就很可能会被贴上罚单 甚至是被拖走 再有一点 有些街道它是预付费停车 那可能您交了两个小时的停车费 但是因为您有急事 两个小时内没有回来 这个时候也会被贴上罚单 还有一点 有些街道是规定黄线处是不能停车的 但是很可能时间久了 这个黄线就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看不清楚 再一个黄线的前后都有停车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上当了 如果把车停到了这里 就会被贴上罚单 另外像是我们的停车证的小条掉了 即使我们的车是停在家门口 也很可能会被拖走 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美国开车违规都会受到哪些罚单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 违规的罚单一般是会夹在挡风玻璃或者雨刷上的 如果我们看到的话 一定不要不小心的丢掉 这样会引起麻烦 首先要说一下白色罚单 白色罚单是违规停车罚单 违规停车罚单一般是不扣分的 只要给罚单上写的财政部门缴费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上庭 白色罚单常见的违规行为有 在禁止或限制区域内违规停车 罚款金额为115美元甚至更多 比如说呢 在限制区域内随便停车 或者没有在酒店规定的区域内 载客或者谢客 另外如果我们在路边超时停车 罚款金额为65美元到95美元不等 常见的情况有预期停车 超时停车没有蓄费等等 还有一个是阻碍交通类停车 一般罚款为115美元 比如说我们在十字路口为停 或者是在限制区域 比如说像是人性横道上停车都会被贴上罚单 还有妨碍性的停车 罚款金额大约也是115美元 比如说在划黄线的区域内停车 或者是靠近消防栓停车 再或者是靠近铁路交叉道口停车等 都会被贴上白色罚单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黄色罚单 黄色罚单呢是普通行车违规罚单 收到黄色罚单的后果 是要比白色罚单严重一些的 但是呢在美国的各州各地区 它是有不同的惩罚措施 比如说像是扣分啊罚款 这里呢我们可以以弗吉尼亚州为例 了解一下常见的黄色罚单的违规行为都有哪些 比如说超速行驶 这算是鲁莽行驶的一种 会被扣3到11分 还有鲁莽行驶 也就是说开车时呢 有意义的无视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是会被扣5分的 还有一点就是校车停下时超越行驶 这样情况也会被贴罚单 具体情况是遇到校车停下 并且由stop的牌子打开 而且还伴有红色警灯的闪烁 这个时候必须停车 即使校车和我们是反方向也要停 违规者会被扣5分 还有一点我们要说的是紧跟前面的车辆 开车的时候应该和前面的车辆保持适当的车距 不然不仅仅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 还有可能会对前面车辆突然的停车 措手不及造成危险 最后呢我们要说的是粉色罚单 在美国收到粉色罚单就说明情况比较严重了 因为粉色罚单呢是法庭传唤单 而且是刑事交通罚单 另外会受到重判 除了是会没收车辆 吊销驾照以外呢 还需要负刑事责任 再一个我们必须要上庭 这里呢我们应该了解一下 粉色罚单都有哪些违规的行为 比如说像是酒价、药价、醉价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注意 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罚单的一些相关介绍 希望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